各位網友大家好,這一集講,撮穿尤智及興的謊言 眾所周知,在近一個時期以來,港府官員最喜歡吹噓,說現在香港處於一個尤智及興的大好形勢 就是由亂入智,當然三年前港區國安法頒布以來,也是由於疫情的影響 香港亦沒有了以往的大型遊行示威集會這些東西,更加沒有在逃犯條例修訂後期的警民衝突 這個治安方面的恢復正常的確是這樣的,所以由亂到治這個是對的,但是說由治及興 這件事就完全失真,跟現實有很大的距離,事實性侯辯,現在究竟香港是輕還是衰呢? 我們是用事實來回答的,不可以用謊言來掩蓋的,好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我們香港的成功是有賴於我們的自由和法治,我先從這個自由方面講起 所以香港的自由也者,以前香港的言論,出版,結社,遊行,集會,示威,罷工的自由 大家對比一下,這三年來的情況和三年前的狀況,對比一下和回歸前後那段時期的狀況 大家就知道,我們那個自由來講究竟是增強了,因為下降了,你只是說自由 從選舉一樣,你就知道了,得到歷屆直選的時候,那個選民的52%到62%支持的 泛民主派,在那個立法會也好,或者區議會也好,的議席歸零 那這一種這樣的狀況,那個自由選舉還存不存在呢,只是這個指標就講明了香港的自由 完全裡面來說,這個是下跌了,第二是說那個法治,法治香港實行普通法的嘛 普通法是無罪推定一個重要的要素來的嘛,然後裡面你看一看,近期一些政治案件 那些被告未審未判就關押一千多天,在國際上來說,受到猛烈的抨擊 這個情況,我們的法治只看這個無罪推定,受到無情的踐踏就知道是下降了 所以香港信心了,如果你香港真是有志及興的話,散居海外各地的港人 大家都回歸香港,來共同建設香港才對的嘛,但是現在就是移民潮繼續 這幾年來的報稅表都少了三十七萬份,這個信心指標也是下降了 好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現在僅次於紐約、倫敦排名第三的地位 已經被新加坡取而代之,過去的2023年裡面來說,這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 你看一下,在全球主要的十四個國家和地區,股市的表現,香港來說是排名倒數第一 完全同一個發達國家之中,望塵莫及,然後你講到國際的貿易中心 香港裡面連續十六個月的出口下跌,連續十四個月的進口下跌 我們那個轉口貿易來講,大家看得到,甚至乎是在去年的二月裡面 創造了1953年以來70年是最慘的出入口的數字 這個貿易中心的地位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呢,加強了還是削弱了呢 好了,然後講到這個國際航運中心了 曾經我們的赤立國機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最佳的機場 在2023年跌到國際排名的第三十三位 以往有87間國際航空公司有香港的航線 在前一輪的時候有47間國際航空公司取消了香港的航線 我們航運中心的地位也不保,然後講到我們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房地產 大家都知道,樓價到現在還跌跌不休,地產商七折去賣樓,幾次土地拍賣都流拍,可想而知 說到香港的股市,香港的股市去年2023年的IPO的集資額 還低於印度尼西亞,這是多年來未試過的,可以說是其次大辱 我們創業版的指數,對比2007年,即是16年前,竟然下跌了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來說,股市的表現可以說是慘不引導,然後股市的成交額也比以往正常年景的時候 縮水一半以上,現在的成交量裡面,小到沒有人有,2700多間的上市公司裡面,零成交的 一千家,十萬元以下的成交額有七百多家,所以根本上集資、融資的功能就大為縮水 然後說到政府的財政儲備,在回歸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 是可以支持三十個月的公共開支,但現在來說,出現結構性的財政赤字 那個財政儲備只可以支持七八個月左右的公共開支 然後來講國際的評級,這個是第十個指標,長期以來香港都是被最權威的評級機構 然後目的評為穩定,隨著去年,目的將中國內地的主權展望評級,由穩定下調為負面 所以從上面的指標來看,香港曾經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曾經作為國際所認可的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 現在已經成為過去,在2023年,由於我們以往,特區政府採取一左二擇的政策 尤其在外交方面來說,不知天高地厚,無視外交大權屬黨中央,無視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這些規定,這個周時裏面走去自己 自搞一套出來搞反美的聲明,由特首到司長到局長到立法會議員 在前年8月2號之後,佩洛西訪台之後,傾朝出道,進行劇烈反美個人聲明 將香港當作反美前哨陣地,各個官員去反美鬥士上身 完全無視香港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如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個規定 亦都無視內地三十一個省市自驅,別人那些政府的官員,確守本分 尊重中央的外交權,全部都不會擅自對外交問題表態這個狀況 香港自搞一套,以左表忠,以左邀功,結果引起了四個災難性的效果 第一就是說,去年8月9號,拜登總統簽署行政指令,禁止美國企業 對中國內地三大科技領域的投資和交易的同時 包括香港在待,第二就是美國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以39票對0票通過了,要撤銷香港在華盛頓紐約落冊機三個貿易代表處的外交豁免權 要半年之內去關閉,第三就是目的將香港由穩定 我的評分調為負面,對國際投資界對香港的信心帶來一個摧毀性打擊 第四更加嚴重的是,在上個月,即2023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了2024年國防授權法案,將香港列為海外敵對勢力 這件事更加是令到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會取消對香港的特殊的待遇 優惠的條款,再不將香港和內地普通城市區別對待 將香港視為一國一制的內地普通城市 這樣就失去了香港獨特的優勢,失去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失去了香港享受特別的關稅待遇,享受科技輸入優惠的待遇 以及威脅到港元和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你港府官員還完全無視這些客觀冷酷的現實 整天在吹噓,香港現在又致及興,又致及興,又致及興 這些等於大躍進期間,吹噓某坦13萬斤,明明已經餓死人 這個人還在說,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形勢大好,越來越好,那套東西的翻版 這樣對我們的香港是福還是禍呢?現在已經是有眼可見 這樣做只會撞送我們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不僅說香港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由網友所尖銳指出,簡直會成為廢墟 所以希望港府官員,麻煩你回到實事求是的路線,正視香港目前所面對嚴峻的問題 好好的去反思,調整政策,調整思想,拿出對政下躍的辦法 以及最好能夠發動我們全香港的社會,舉行一場全民的大辯論 回顧一下,回歸26年來,我們香港有什麼成功的經驗,有什麼反面的教訓 加以去總結歸納,然後我們香港下一步向何處去,香港要怎樣走 才能夠真真正正由志及興 我相信這個提議是會得到香港市民的擁護的,是會得到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同胞的擁護的,也會合乎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的 因為我們香港作為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曾經在歷史上,為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立過頭功 建立過一個槓桿支點的作用,但是現在金飛適比了,所以希望港府,乃至北京的治港系統,能夠好好地去思考一下我現在所提出的一個全民的大辯論 因為就是由於1978年5月,中國內地進行了實施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辯論 然後才有年底的,1978年10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段結束交易套爭為綱,將工作重心,主營到經濟建設為中心 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令到中國的經濟能夠得以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功的經驗放在前面,我們香港是不是應該要效法呢?多謝各位